中国短视频分享应用程序TikTok 在欧美国家受到了越来越严厉的审视 继美国提出要立法全面封杀TikTok后 加拿大政府也跟随脚步 禁止所有政府发放的移动设备使用TikTok 理由是TikTok对隐私和网络安全 构成令人无法接受的风险 加拿大总理特鲁多更预告 这只是第一步 未来可能会采取更多的行动 当然我相信 当政府的一步的公司 在讨厌的公司 提出的公司 他们没有使用TikTok 在他们的电话工作 很多Canad人从商业至公司 会在公司的资源上的资源 可能会成为其他人的选择 但我一直在讨厌 加拿大的财政部也在声明中指出 政府未来还计划禁止联邦职员下载TikTok 因为TikTok收集数据的方式 让它可以大量访问和接触使用者的收集内容和资讯 存有隐私安全的隐忧 消息传开后 TikTok对加拿大政府的决定表示失望 只当时在颁布禁令之前 并没有提出任何具体的安全隐忧 也不曾针对这些问题联系TikTok